瓏覽 journal의概念 概念 我們也提了一下 Wosh 1400的這些東西 那課本的11.26 11.26 11.27 那基本上就是Wash 1400的结果 11.26 11.27 是Wash 1400的这个结果 好 那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内容 这11.9 我们讲的是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 Environmental Radiation Dosis Environmental Radiation Dosis 这个讲的是什么 不是讲的事故发生之后的 是讲的电场正常运转的时候 电场正常运转的时候 对环境所带来的 带来的这个 带来的这个剂量 带来的剂量 所以是正常运转的时候 带来的剂量 那正常运转为什么会带来剂量呢 就是说你一个核能电场 不可避免的 会排放一些放射线物质到外界环境 那出去是什么形式 两种形式 一个液体还有一个什么 气体 OK 好 那我们前面解过 当然这个不是液体就是气体 那在美国的法规的体制里面 这种排放出去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什么 Inference 就是排到外面去的一个流体 我们称它为Inflluent 那美国的法规 你能够排放出去的东西 能够排放东西的出去呢 东西呢 它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它有非常严格的 它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定 OK 那在法规里面呢 按照课本写的 xCFR 50.34a 里面就有说 你排放出去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要求 各种各样的要求 在那个地方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711页下面 只讲的Regulation of influence 这我们不管对这个 不管对这个液体也好 不管对这个气体也好 OK 它对于这些排放呢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要求 都有一些要求 那这些要求呢 那基本上都是有一个精神在 各位 我节省了很时间 不超黑板 各位看到这个课本上 711页下面 xCFR 50.34a 后面有一句话 Keeping levels of radiative material in influence to unrestricted area as low as reasonable achievable OK as low as reasonable achievable 这里有一个keyword unrestricted area unrestricted area 在你不被限制的区域 意思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exclusion room的外面 当我们前面计算里面 我们要计算一个exclusion room 所以在exclusion room的外面 就叫unrestricted area unrestricted是指的什么呢 不限制人的区域 不限制人接近的一个区域 那他要这个排出去法规的规定 他说除了他一些规定之外 另外你在运转的时候 你要复合一个精神 排放出去的东西呢 要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这个话有没有 这句话看到有没有很熟 以前一定看过 在哪里看到 弹辐射计量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叫什么 Alara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在你的一个运转管理 在你的管理单位来讲 你要尽可能的降低 你要尽可能的降低 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reasonably achievable 因为什么时候最低 你电厂不愿转最低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电厂要运转之下 还要合理的一滴 OK 那什么要合理的一滴呢 as long as reasonable achievable 是怎么样呢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ta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ics of improvement in relation to benefit of the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OK 就是说我要在我的技术范围许可 在我的技术范围许可 在我的技术范围许可 然后在我的经济条件 经济的花费是合理的状况之下 我要一滴 我要合理的一滴 我现在有个数字 我现在记不太得 事实上这个 经济 经济的考量 它要给你一个标准 它要给你一个标准 好像一个Person RAM 一个Person RAM好像是两千块美金 好 就说我要做一些改善 我可以减低我的release 我每减低一个Person RAM 如果是花在两千块钱以下的话 我要做 如果是花在两千块钱以上的话 我就不做 OK 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回去 今天上课前应该查的 我回去查一查 用email寄给你 OK 法规里面有 就说一个Person RAM是多少钱 人家有人换算过 人家有人换算过 这个有一个概念 叫cost and benefit 你花了多少钱 然后你得到了多少的 效益 那通常我们在从risk的角度来看东西 我们从risk的角度来看东西的时候 会用这个来看 所谓benefit 我降低了多少的risk 我要花多少的 我要花多少的钱 我要花多少钱 举个例子来讲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今天 我今天一架飞机 各位知道飞机一定要做维修 飞机一定要做维修 我多久要做维修 里面的零组件 我什么时候要换一次 什么时候要修一次 都是有严格的规范 那些零组件多久要修一次 多久要换一次的时候 都跟那个组件的reliability 它的可靠度有关 跟它的可靠度有关 所以我可以从零组件的可靠度 换转成风险 然后我可以来算一下说 我换这个零组件 我换这个零组件 我要花多少钱 如果我不换的话 这个飞机失事的机会会高 对不对 那一失事的话会有什么 上面的人就报销了 所以不可避免 那会牵扯到一件事情 一条人命多少钱 OK 当你在谈证 不可避免的一条人命是多少钱 然后你去看很多 各位有时候到网络上摄取一下 去看通话玩 人命在地上不值钱 人命在天上值钱 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一个航空工业 我一个航空工业 我要用Race的观念来分析 我飞机多少做一次维护 怎么样增加我的可靠度 我要花多少钱的时候 我一条人命值多少钱 那边有一个数字 这是在天上 那什么叫在地上 在地上我今天一条高速公路 OK 然后这条高速公路太弯了 所以常常出车祸 所以要怎么样 把它变值 那变值的时候 你可能牵涉到 要把一个山给砍掉 OK 你要花钱 所以你要算 我变值之后 我可以救多少人命 那时候人命也有一个价钱 在天上跟在地上 可能差十倍 OK 那这个呢 我如果没记错 我如果没记错 这个换算过来的话 这个换算过来的话 可能比人命在天上还值钱 OK 还要值钱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这里跟各位讲这个 所谓的 as low as reasonably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的话 这里考虑到这个economic的话 这是有一个 有一个criterion在这个地方 这我回去再check一下 给各位做一个说明 做一个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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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有一些限制 各位到712页 712页 他这里讲 他这里讲 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刚刚讲了 我的要求 regulation of effluent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这是我的原则 可是呢 他法规还是定立一个数值 这法规定立的数值的方式就是 712页 这1 2 3条所定的 1 2 3条所定的 这基本上是什么呢 你释放出来的放射线物质 对在电厂附近的人所造成的计量 1 2 3 可是法规管制单位 并不会认为 你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你就是可以接受 他还要问你说 你是不是有做尽力的去降低 尽力的去降低你的计量 尽力的去降低你的计量 ok 好 这1 2 3条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1 2 3条里面呢 某种程度上呢 有时候都牵涉到一些计算 这些计算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所讲的都是一样的 ok 好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图11.28 图11.28 图11.28 这是美国的电厂在1972年到1978年 这个所有的电厂的一个平均的一个release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上面是说气体的 再来是乳素还有一些粒子的 然后在左下角这一块呢是液体的 然后再来右边这是treating 这个所谓的川 川产生的原因呢 一个从fishing来的 还有一个从11.103这个柿子 11.103这个柿子来的 各位一眼看过去哪一种比较好 哪一种反应器对环境比较友善 P ok B就比较不 你看喔 差多少 差到一个order of magnitude 这是BWR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这是BWR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除了trading之外 trading是PWR比较大 为什么trading是PWR比较大 跟它的那个 跟它的那个core里面水的量 那个 因为它全部是 全部是liquid form 也有那么一点关系 也有那么一点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这边只是average 来介绍一下这个influent的这些 这些事情 influent这些事情 好 那 我们在课本的714页 713 714页 714页呢 这里有很好玩的一个例子 很好玩的一个例子 什么呢 我燃煤电厂也会排放放射线物质 那燃煤电厂所排放的放射线物质呢 主要是rading 226还有soring 228 好 这两个都是这个煤矿里面 所有含有的放射线 放射线物质 那这些东西呢 在燃烧的过程当中 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释放到外界 也会释放到外界环境 这跟我们算核电厂是一样的 我这边简单提一下 这一题呢 这个例题在讲什么 有几个数值在这个地方 我一个核电厂 我抱歉 一个燃煤电厂 我的power是多少 然后呢 我现在知道呢 我的燃料的 燃料能够产生的热是多少 OK 我这个核电厂 有一个power是多少 那 抱歉 燃煤电厂 我有一个efficiency simal efficiency OK 那如果我是用这个 用煤 我是用core OK core的时候我可以知道 我们用美国的单位好了 用一磅会有多少BTU 所以呢 我知道power 知道simal efficiency 我知道我core的热含量 那我可以知道 我一年需要 需要多少的amount of core 对不对 这很直接嘛 对不对 我知道我的electrical power 除上我的simal efficiency 就是我的simal power 我的simal power 再除上我的这个 一磅的core 可以产生多少BTU 我可以知道我用多少磅的煤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下来一个是什么呢 它叫ashes 灰 非灰 那按照课本上来讲 这些东西呢 有百分之 有百分之九的core 烧完之后会变成ashes 剩下的呢 剩下的呢 剩下到哪去了 跑掉了 OK 这是烧剩下来的 当然还有一些 这ashes就是说 当然现在燃烧的技术 我可以把一些 把一些 把一些东西过滤下来 譬如讲说 我可以把这个 二氧化瘤给过滤下来 我可以把二氧化氮给过滤下来 然后还有CO2的排放 所以最后呢 大概有百分之九 按照课本的例题呢 百分之九是 非灰 然后我电厂一定有什么 静电的集成器 就是要把非灰给怎么样 收下来 所以这个下来之后呢 按照那个例题 有百分之二点五的ashes 到release to environment OK 有百分之二点五回到环境 那我们讲 这百分之二点五的环境出去的时候 因为里面它有rading的232 还有th的228 带有放射线 所以它可以知道 每一刻带有多少curie 会从电厂放出去 所以从这边下来 你有多少东西跑出去 你就可以知道出去有多少curie了 好 所以你知道出去有多少curie 然后不要忘了 我们前面教的还有一个什么 这是什么 dilution factor 对不对 随着大气的扩散 你会有多少curie出去 然后再来造成剂量 怎么样造成剂量 前面教的 体外剂量 那这个呢主要是 主要是 当然这也有体内剂量 因为按照课本上讲 这两种东西如果进到身体里面去的话 它的biological half life 非常的长 所以基本上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累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这是它造成剂量的一个途径 那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我们都教过 也就是这里所教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边课本上有一个例题 这边课本上有一个例 当然这东西跟什么 跟风向有关 跟气候有关 所以课本上有一个例题 来算一下燃煤电场的一个 燃煤电场的一个 燃煤电场的一个剂量 燃煤电场的一个剂量 你会发现它的剂量 事实上呢 不低 它的剂量事实上 事实上它是不低 在这里看这段内容的时候呢 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NPCA 这是什么 Minimum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这A代表什么 Air 等一下还看到什么 W W 代表什么 Water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根据 这个应该在第九章时有讲 我的Radionucleid 会存在于环境你 会存在于空气你 会存在于食物你 所以呢 我都会对不同的Radionucleid 来定义一个 Minimum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那我们想像中 在比这个还来的低的时候 是怎么样 是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对你所造成的剂量 体外剂量 体内剂量 累积剂量 OK 都不会超过 OK 我们的所谓的 所谓的 从 Radiation Effect 从Health Effect 来看 它都不会对你造成显著的影响 所以从那里我们定了一个NPCA 意思讲说 我这些东西的浓度只要低于它 我就是可以接受的 我就是可以接受的 OK 所以每一种Nucleid都有一个NPCA 也有个NPCW NPCW OK 那所以我们学校有反应如在 所以我们周遭呢 会不断地去做环境的侦测 我们会在环境里 可以侦测到.131的含量 好 那你说按照法规 我只要低于它 我就可以接受按照法规 可是如果你真的签 你已经侦测到 你达到Minimal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我跟你講 那时候已经天翻地覆了 OK 法规很好玩 这是我Minimal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对不对 所以我把它除以10 列为我管制值 就说你只要到 他十分之一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我 好 然后或者说我来检查 发现你到他十分之一的时候 你就得给我好好站到那边 跟我把话讲清楚 对不对 OK 这叫报告值 OK 那我们做一个执行者 对不起 这个都要报告了 所以我管制的时候再怎么样 再把这个值 再除以个2 再除以个5 OK 再除以个10 那这个是我什么 我平常管制值 就是说我根本不能够 让我的东西比这个值 超过这个值的时候 我就应该开始怎么样 我就开始找原因了 看看我都有什么东西不对 OK 那真正上 这东西呢 出现很多地方 譬如讲说 日本辅导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来检查进口的鱼类 有没有 那也有 我们Minimum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这些东西是多少 理论上来讲 到这里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实际上 我们管制的值比它还低 那现在的社会呢 都要求什么 零减出 意思讲说我什么东西呢 都是零 那现在又在炒了 我们吃淀粉也有问题 对不对 那个事情满大条的 我们吃淀粉也有问题了 那个也要求零减出 可是零减出 有时候是什么 那个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你的仪器的灵敏度 没有到那个地步 所以没有人跟你讲 检查完之后 我说是零 他敢不敢是讲是零 他说我没有检查到 他没有讲是零 对不对 那没有检查到是什么 受我仪器的限制 受我仪器的限制 好 这只是给各位看这段文字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个NPC的A NPC的A 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一个燃煤电厂 他所放出来的这个 这个Radial Neucleid 的Radium 还有这个Sorin 大概是2000 大概比我的NPC A小于小2000倍 OK 但是对一个PWR 跟一个BWR 大概少多少呢 少1万倍到10万倍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事实上 如果是正常运转的状况的时候 OK 正常运转状况的时候 我的核电厂放出来的辐射物质 是比燃煤还低的 好 下面呢 我们要来讲这个Doses from influence 好 我怎么样来算这些东西呢 对我造成的这个 这个计量 当我在算这个时候有一个概念 我允许 我也可以去测量 譬如讲Gas 我大概是从烟囱放出去的 所以我可以从我的烟囱去测量 我一年出去了多少的Curie OK 那一样 我距离它一定的范围 距离它多远 我可以出来一个这个吧 这知道是什么 Dilution factor 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我的浓度之后 我再算Dose 这个前面都教过 算法都一样 不管是有事故的 不管是Loka 还是Severe Accident 都是同样一套 一套概念 一套算法 是这个样子 这前面教过了 那在这一段内容 比较特殊的是算什么呢 那有一些东西 从它是从谁的空气放出来 OK 它不是对你造成这个体外的剂量 也不是被你呼吸进去 可是它有另外一个管道进去了 什么管道呢 这个怎么算 OK 这个怎么算 你会发现这里有蛮多的假设 还有Approsmation 所以它怎么会让你食物 它怎么会让你食物 蛤 落在地上 对不对 被植物吸收 然后动物吃掉 然后或者蔬菜上面被人 被根 被不是 你掉在叶子上好办 洗一洗 只是掉在根部 然后被根部吸收 然后吃掉 OK 这是一个途径 但是这都有需要时间 所以有些对一些 比较短半衰期的 你就 就 不是 那个途径就不管 有些比较 抱歉 长半衰期 你不管那个 短半衰期的 那你最主要途径是什么 按照课本上 按照课本上举 当然每一种radionucle 都有它的算法 并不是只有课本上这一个 这边只举一个例子 它这里在讲什么呢 如果掉在草地上 被牛被羊吃了 之后我们去吃它的奶 这个牛奶还有什么 来算 来算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那还记得这个参数吧 我们前面讲的 RD什么 我都从plung deposit 到你的D上去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等于什么 我一个浓度乘上一个VD 对不对 我的concentration是多少 我一个浓度乘上一个VD OK 那这个浓度是什么呢 我QY release出来 我一个dilution factor 再乘上VD 这是我deposit在地上的 OK 可是我deposit在地上 它会不会从地上消失 不要讲deposit deposit在草上面 OK deposit在这个 deposit在这个草上面 那会不会从草上面消失 会 消失的原因有什么 一个decay 它本身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 一个decay 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自然现象 会让它变得比较少 譬如讲说我的草长大了 譬如讲说我的草长大了 下雨把它wash out 所以它有一个decay 它的decay什么呢 这是我 这是我产生的速率 掉到树叶上的速率 这是什么呢 我消失掉的速率 发现它用的是F 我消失掉的速率 这是我的concentration 所以我假设这个release 是不断的放出来的 不断的落上去 这个是不断的消失 到最后会达到equilibrium 所以我可以得到一个CF 这就是我的equilibrium 的concentration equilibrium concentration 这也就是课本上的11.106 这个势值 11.106这个势值 OK 这个qy'这个东西 也就是从我电厂放出来的 这个是我可以电厂做monitor 电厂可以做monitor 好 那再下来一件事情 这是草在草上面 然后最后呢 要到哪里去呢 要到牛奶里面去 对不对 要到牛奶里面去 所以这是在什么 在草上面的 所以然后我说 这个东西要到牛奶里面去 牛奶的concentration 所以我们假设 有这么多 进到牛奶会怎么样 会减少 对不对 被dilute 那个dilution factor是多少呢 9乘以10的-5 9.0乘以10的-5 OK 9.0乘以10的-5 所以我们得到11.108这个势值 然后这是牛奶里面的concentration 然后你要再来算 这个concentration 对人体造成的剂量是多少 那跟什么有关呢 跟你一天喝多少牛奶有关 跟这些数字有关 所以你在看下面这个势值呢 看11.109这个势值 11.109这个势值 有没有看到它基本上不去算 因为当我决定这个 minimumal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过计算了 在这个concentration之下 我造成的剂量是多少 在这个concentration之下 我造成的剂量呢 这个造成的剂量呢 照课本上来写呢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500个minimum per year 500个minimum per year 意思讲说 我在这个minimum concentration之下的话 对你造成的剂量是500个minimum per year 所以如果我知道它 我可以用比例的方式 那我也知道 对于这个 这个adding这个东西 我minimum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比 对某一个radionucle 我可以用一个比例的方法 来算 这11.109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算出来说 我的剂量是多少 当然这你还考虑一件事情 大人跟小孩不一样 所以考虑infant 有另外一个算法 有另外一个算法 好 这是气体的 请注意 当我要考虑气体的influencer 所造成剂量 我包括direct 包括direct 就是说prune那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额外要考虑的是什么 食物的 食物的算法 那边举一个例子 这只是一个 一种方式算它 还有一些其他的radionucle 有其他的方法 好 那前面讲的是这个 前面讲的是这个 这个气体的 那我们下面讲的是 liquid influent 液体的 液体都排到哪去了 海里面 海里面 还有哪里 淡水 河里面 所以我们这边要讲的是什么 你说排到水里排到海里 然后大海一吹 这个水一飘 通通散掉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对不对 非也 所以我们要担心什么呢 我们在课本的11点30 11点 11点30 所以它可能会进到我们所谓的浮游生物 进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食物链 或者进到我的沉积 进到我的海底的沉积物里面 那海底的沉积物呢 再被植物吸收 再被动物吸收 OK 经过一段的这个 这个 经由一段的这个过程呢 讲简单一点 就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泥土 泥土 里面就有 OK 那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什么 吃浮游生物 那浮游生物里面就有 OK 所以到最后呢 人在吃鱼 就回到了人体 回到了人体 好 那这是它的一个 这是它的 它的 途径 这是它的 这是它的 途径 好 那我们算的时候也是一样 好 我们最后算出来说 我们会在哪里 好 我们会有一个 concentration 好 我们会有一个concentration 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呢 我们concentration 有一个 有一个 CS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根据观察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CS 好 就我们可以在所谓的海鲜之中呢 对于某一个giving nucleide 好 某一个giving nucleide 在海鲜 某一种海鲜里面的含量是多少 好 某一种海鲜里面含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什么来 跟这一样我们可以经由这种 dilution这种方法 当然也有一套另外一套方法 我们可以算出来 水里面的concentration是多少 水里面的concentration是多少 那我知道水里面concentration知道 然后我说某一种海鲜里面的concentration 是多少 所以这中间呢 需要一个比例 所以这里有个比例叫做什么 CF 中间有个比例叫做CF 这个CF叫什么呢 叫做concentration factor 11.111这个式子 concentration factor是 数值是多少 是小于1吗 不是 是蛮大的一个数值 各位可以看一下 table11.15 table11.15 这数值有些数值高达数万 为什么我在水里的concentration 我在海鲜里面的concentration 某一种海鲜的concentration 会是水里面的数万倍 为什么 他把它集中了 OK 他会经过他的一个 一个我们讲一个新陈代谢什么呢 就把这些 就把这些radionucleides 集中到他的身体里面去了 集中到他的身体里面去了 所以你吃他的时候呢 你得到的剂量会比较高 比较高 所以动用这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算liquid 对人体所造成的影响 当然我们讲这CS的时候 我们讲这CS的时候 上面一定有一个 minimum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 对某一种生物 我们刚刚有minimum concentration 对Air 对Water 这边一定还有对什么 对食物 OK 对食物 好 这CS是说 经由你的排放到最后 会有多少end up到你的这个里面去 所以当我们在做环境侦测的时候 我们一个核能电厂在这地方 我们每年要做环境侦测 我们环境侦测做什么 我们有固定的侦检 固定的侦检装饰 摆在固定的点 我24小时的monitor 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取样 我要到海边去取样 OK 我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取那个海草 取样 我要去取海水 我要去取海草 我要去取海底的生物 我要抓鱼 来做取样 来做侦测 因为看看他们的含量是多少 如果你在他们的身上找到的 OK 比一般来讲还高的话 代表说什么 一定从你这边出去的 OK 所以我们通常对环境侦测都包括这些东西 我们学校也在做环境侦测 我们有这个原子炉 他们取样取得很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取样就那些点 OK 因为那些点呢 也就是我们发现风向吹的话 就那些点特别多 那边草都被我们拔光了 已经没有草样可以取了 没有草样可以取了 以前有一个笑话 有一任的原子能文会主委叫做许毅云 他干了有蛮长一段日子 他是 他是 他从美国回来的 他是 Two-Face Flow 跟Two-Face Heat Transfer的专家 那在国际有名的 他是那谁 林文庚老师的指导教授 他后来回台湾 在我们系上当了两年的客座 然后被研览成这个原子能文会主委 结果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 他在立法院报预算 结果呢 那个预算里面有一大笔钱呢 有一笔钱是在做什么呢 做蓝羽的环境侦测 那里面就有说什么呢 他要取样 他要抓鱼 他要取贝类 结果立法委员跟他的质询是这样子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 原住民的生命 还抵不上那些鱼 还抵不上那些植物 你为什么不编链经费 去测量他们身上的放射线 OK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在这种环境上面的话 我们在防止辐射线对人体造成影响 我们在很前面就开始做侦测 很前面再开始做侦测 然后后面呢 我们再开始算他的计量这些事情 这一章讲完了